同样都是5000多的预算 你会选择这种全新未激活的美版15pm 还是这种二手的15pm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台机器的一个机框 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台机器的一个机框 这台是二手的 是为四川的粉丝选择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个超薄单卡方案的15pm 它这个是热插拔的嘛 是可以插进去 它直接会回弹的 热插拔方案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案 然后机器的话也是不会有顶屏的问题 不会有顶屏 所有机器所有改这种超薄单卡的方案 我们都会有更换原装防水胶做保压 这台的话整体框还行 框是没有磕碰划痕 但是它的屏幕 屏幕这边它有个硬伤 屏幕有个硬伤 然后这台机器的话我们算上开孔 以及我们的两三百块钱的那个服务售后费用嘛 然后到手的话是差不多5200左右 这台机器所有功能我们都是已经测过了 原机 原屏 没有动过的 就只改了一个超薄单卡方案嘛 然后这台的话电池是99 充电173次的 然后这台是那个15PM256G全新未激活未使用的一个机器 可以看到边框它都没有开孔的 然后机器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情况 没有充电 那这台呢 呃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的一个拿货行情 15PM256G蓝色的今天市场拿货呢 是在那个4930 但是这个是不包含它的一个改卡 以及我们的服务 还有售后的一个利润嘛 售后利润 我们像这种大机器一般是在200到300左右 合理嘛 然后这些的话就是我们今天代采的一些机器 这两款机器其实新机跟二手差价的话 算上我们的服务利润的话 应该就是有个500块钱 400到500左右的差价 差价比较少 所以说目前来说15系列 买新机的人还是会比较多一点的 然后这台的话是15PM1TB的 这台是那个15POLO128G蓝色的 这台1TB的我们看看是哪个粉丝的 1TB的话是这个粉丝的 这个粉丝选择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个机器 然后他也是接垮了嘛 然后我们等会拿去开孔 车机发货就可以了 然后15POLO 15POLO这台蓝色的是那一个江西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选择入手的一台机器 然后这台15PM256的话是哪一个粉丝 我看一下 这是15POLO的 15PM的话是这位四川的粉丝 选择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个机器 然后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这一个 每版15系列全新机最近的一个行情报价 15POLO128黑色的话 目前还是在那个3080到3100 15PLUS最近市场非常欺货 可以看到 128256基本都没货 256的话 黑色的最近市场拿货行情是炒到了那个4200 相比上周的话差不多贵了100到150左右了 目前15PLUS的话 虽然说性价比高 但是目前的价格还是比较偏高的 个人建议的话 目前是保持一个观望状态 15POLO跟15PM目前来说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 你看15PM 256G蓝色的现在都跌到4930 配色的4980拿货 如果说你的预算相对来说比较够的话 又能接受这种超薄单卡的方案 那我们可以考虑15POLO跟15PM 如果说你们有想了解更多华翔北 呃 每把1415系列行情报价的都可以直接滴滴我 好了 我是小五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